原来钢铁侠还有这么多细节你没发现 在复联1里他曾调侃雷神为惊爆点男主 起初索尔并不在意 但当他为了解锁飞船的权限时 众所周知钢铁侠从不接别人递来的东西 即便是律师函他也不会亲手去接 但在复联4里 托尼穿越回到过去 在面对自己的老爹霍华德递过来的东西时 他却毫不犹豫地就接下来 或许是因为在最亲密的人面前 一切原则都是可以打破的 在复联4里 刚从飞船上降落的托尼一把 就将自己的反应堆扯下交给美队 这时可以清楚看到他胸口的伤痕 而这正是之前版本和反应堆留下的痕迹 托尼有多在乎小蜘蛛呢 在他闯祸导致邮轮被切开时 是托尼及时赶到帮他修复 这才没有酿成大火 而在小蜘蛛被突就扔入水中奄奄一息时 也是托尼神兵天将将他拯救 并细心为他轰单 而当小蜘蛛在泰坦星朔灭时 托尼在看到他的照片后都会遮住眼睛 果然是情童父子 在钢铁侠义中 托尼曾被大光头设计拿走了胸口的能源 就在他奄奄一息之时 正是小机器人帮他递上了旧版的反应堆 不然托尼就彻底达了 而这个小机器人 其实是托尼17岁在麻省理工大学创造的 因此才会对托尼那么好 那么你们还知道托尼哪些细节呢 谢谢大家